大家好 我是三叔公 今天一樣來玩一拳超人 英雄之路 來把一些大家常見的問題回答一下 再來就是 我在巴哈上面看到最新的流派陣容 那我研究了一下 教大家怎麼把它組起來 這個一波流 可以讓龍捲的傷害變得更高 那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遲出更多一拳超人的情報界攻略 好 我們開始吧 首先要講到很多人都在問這個 通行陣要怎麼選 我提供我自己的意見 就是第一個通行陣的話 選這個力量結晶 力量結晶其實升角色非常非常的缺 他只能透過這個抽到爛角色分解 跟這個副本的巡邏 還有日常任務獲得 這個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缺啦 所以我建議大家第一張可以選這個 第二張的通行陣的話 我建議大家去選這個機械的能源 不用考慮 因為機械能源是拿來升 機器人的經驗值 那機器人就是可以提供機械核心給我們的龍卷 所以這個可以拿到更多的研究經驗 所以這個必選 那你如果要課金課下去 拿到的東西會越多 這個課在這邊 對你的推官會最有幫助 那基金的話我自己還沒買 之後有可能忍不住就會買 那這個賺也是拿去提升機器人 拿研究經驗繼續來升龍卷 接著就是幸運抽獎喔 不知道大家到第幾層了 幸運抽獎到第10層的話 這邊就可以選角色囉 那缺龍卷選龍卷 其他角色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那我自己是選波羅斯 畢竟我對波羅斯還是蠻喜歡的 所以先把它抽起來 說不定之後有更多取得管道 那龍卷的話我自己是抽夠多了 已經夠了 所以我就選波羅斯 那這個活動剩一天多了 所以大家要趕快衝一衝 這個抽獎卷 抽到你要的獎勵就趕快下一層 不然會來不及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講到最重要的 這個一波流 一波流要怎麼組成呢 各位一定會覺得很好笑 一波流的組成最重要的核心 當然是要有我們的輸出龍卷 再來就是 傑諾斯也一定要有 那這個新納進來的角色 就是這隻闊魚 闊魚非常的爛喔 但是他有什麼 他的大絕招 大家看一下 攻擊敵人造成傷害以外 還對自己友方的攻擊提升20% 持續兩回合 看到這邊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了 擺上去他只要開大絕 就可以幫我們龍卷再提升20%的攻擊力 再加上他又是超能陣營的 所以不會降到攻擊 很不錯的選擇 但是呢 大家不要急喔 要聽完 這部影片要聽完 不然你是不會成功的 你直接把這個闊魚擺上來之後 擺到最前面 你想說累積怒氣 但是你會發覺 被對方攻擊之後 一拳就死了 根本開不到大絕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一波流到底要怎麼組成 第二個關鍵 就在於 傑諾斯 有在研究的應該都知道 傑諾斯的技能 有一個是 開場隨機幫三個友方加攻擊力20% 所以很多人都會在推關的時候一直重來 如果龍卷的頭上有攻擊力增加 這就是有吃到傑諾斯的buff 傷害就會更高 那這邊重點在於 我們要把傑諾斯升到121等以上 121等就會開啟這個新的天賦 開場的時候 讓攻擊提高的友方 再回復10點的怒氣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buff 開場就刷在闊魚身上 闊魚主要就是要這10點的怒氣 這樣他就可以在開場 不受敵人攻擊的時候 直接開大絕 才能幫我們的龍卷直接加到buff 不然闊魚就直接死了 超爛 那除了這三個核心之外 我為什麼要放上這隻外星人呢 這隻外星人的話 他有一個技能是 只要跟他放在同一排 我們友方就會直接增加5%的攻擊力 所以把他跟龍卷放在同一排 龍卷就會再增加5%攻擊力 這樣疊起來傷害就加的蠻多的 再來就是他121等之後 可以提升到10% 我會建議大家把他提升到121等 我自己還沒搞定 我原本是把他放在 戰役上面 所以我之後會把他升到121等 攻擊力就會到10% 接著的話還沒結束喔 有些人會發現到一些角色 也有特殊的攻擊加成 比如說 很多人有提到這個睫毛 睫毛的話 他的主動攻擊是 打出大絕之後 會幫友方增加50% 睫毛的攻擊力 這邊要注意喔 他是睫毛的攻擊力 而不是 友方 的攻擊力 那睫毛的攻擊力其實我覺得蠻爛的 我們來看到 闊魚 闊魚用戰役力提升到120等之後 攻擊力是 2200 2 我覺得睫毛應該也是差不多啦 差不會到太遠 大概提升1000多的攻擊力 你要把睫毛放上去 他是不同的屬性 他是武裝 在陣容上面 他就會讓你 變成只有三個角色一樣陣營 這樣攻擊力就直接減少了10% 這樣就需要比較一下 龍捲的攻擊力10%跟 睫毛的攻擊力50%哪個比較高 龍捲的攻擊力10%的話 像我現在是 大概1800 睫毛的50%攻擊力能到1800嗎 我自己是覺得應該沒有啦 大家可以自己把他升上去試試看 就算有 他必須發出大絕 這個就很困擾了 因為 你必須把傑諾斯的 技能 刷在他身上 又要刷在闊魚身上 又要刷在龍捲身上 其實是蠻難的 而且你要讓他開大絕 就要把他往前擺 我覺得是相對困難的 倒不如 不要放這隻 直接就有10%的龍捲攻擊力加成 不破壞陣型 再來就是金屬球棒 金屬球棒他的 普通攻擊就有一個能力 有50% 讓 敵方全體降30%的防禦 30%防禦看起來很多 我自己實測之後 金屬球棒雖然不用吃到 傑諾斯的buff 但是 30%防禦降低 我自己是覺得很無感 我覺得沒有提升太多 他這個30%跟攻擊力提升30% 似乎是不一樣的 這個傷害計算應該是不是直接扣掉的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而且他也是一樣會破壞陣型 所以讓龍捲降低10%的攻擊力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很划算 接著也有人說這個 無造騎士 無造騎士的話 攻擊力是可以提高15%的 一樣要發出大絕 而且一樣是不同陣 那你就算讓他發出大絕也只是 15% 那破壞陣型-10%等於 總共只提升5% 但是限制這麼多 我一樣覺得不划算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 一樣這個陣型就可以了 那把心力都投注在這個 龍捲的機械核心上 會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就來實戰一次試看 大家可以看到機械遺跡的關卡 裡面還有這個 聖誕龍捲 這關卡很多還沒推出的角色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就實際來用用看吧 開場一定要把解諾斯的buff刷在闊魚身上 上面有攻擊提升 這樣就是成功了 這樣就有加到攻擊的buff 再來就是我們的龍捲發大絕的時候了 這樣發下去 攻擊力真的是大提升 真的是有提升 但是我還是覺得 重點提升還是在龍捲上面 龍捲升的越高 這些 攻擊加成 加的攻擊力就會越高 所以這個陣容 其實是龍捲的傷害越高 這個一波流的 效果就會越顯著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我現在機械核心升的還不高 用這個一波流就會大提升 這是錯的 我們重點還是在機械核心 一定要把他升上去 像我現在升到10階其實還是不夠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 大家還是努力的 把機械核心給提升上去 我覺得 差的 比較多的地方 提升比較有感的地方 那這個一波流 目前像我這樣是提升25% 大家可以自己來試試看 還有更多玩法 更多的流派 我還是覺得 蠻好的 那也感謝 巴哈的伴友有在分享 這些 自己玩出來的心得 大家如果有研究更多這個 角色的陣容 也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自己也會繼續玩玩看 那我目前是有點卡在 第13章 繼續推觀 之後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啦 感謝大家 這一集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